外交部收到了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 将对台湾出售AGM-88B型 及AIM-120C型两型的飞弹 外交部和国防部证实 美国国务院以批准价值约6.19亿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189.54亿元的对台军售案 包括两款F-16战机用的飞弹 其中AIM-120C8为美国现役最先进的中程空对空飞弹 也是第一次卖给台湾 国防部表示 这两款飞弹皆为空军以完备作战能力的弹种 可有效捍卫领空 应对共军的威胁挑衅 面对中国持续的军事扩张及挑衅行为 台湾将持续积极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同时深化台美紧密安全伙伴关系 目前军售案进行支会国会程序 如果顺利通过 将是拜登政府任内第九度对台军售 总统府外交部国防部接声明表示感谢 感谢美国政府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 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充分展现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 另外美国在台协会2号宣布 现任主席莫建将在3月20号退休 由白宫国安会中国与台湾子孙主任罗森伯格接任 被视为美国总统拜登指派亲信担任美台重要桥梁 对此外交部表示欢迎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云唐志勇如台湾台北报道